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16号 第五章第一次上课 期末考试12月30号 然后好两个小时 那实际考试跟其中好一样 那我们今天讲这个 讲第五章 那个FinFed制成整合包含有以下这些内容 就不一一的不一一的说明 不一一的说明 好 那个好 我们先玩到全荧幕 好 那我们知道二个二维 那个前面十几页蛮重要的 前面十几页是考试的重点 好 然后我们首先看到 二维材料 这个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二维材料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我们到二维材料中指的28奈米 那二维材料碰碰很大的挑战 那么二维材料 那你就要拼一倍 那说说什么挑战呢 那我们说从我们来看 我从大概有五个 然后这从另外一本教科书 书写的出来 然后结果出来 这个这本写的不错 这两个都是台这个连电高层退休的 那 首先是临界电压 临界电压会下降 我再会解释 叫VTHROVE会下降 那杂集的话 杂集的话 穿碎电流 临界电压会飘移 还有空法区的临界电 多精细的空法 电动会越成越小 可靠度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没说gay 他在短通道效应 然后效应后面也会讲 短通道效应是一个集合名词 就是说我们这个短通道效应 就是泛指说 LG变小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不理想效应 那这个不理想效应的集合名词 集合名词 我们要短通道效应 我们说短通道效应 就特别指说 哎VTH下降 或是SS上升 或是有低波的现象 我们刚才讲 这些乱七八糟的不理想 一些效应 我们通称叫本化效应 好不好 好 再来有前接面的问题 会产生一些前接面 前接面会产生 主要会产生露电流 所以说要做res or drain 我们上次有讲 先挖地下室 再带二楼 再做生理赛 还有高电厂效应 那我们要做LDD LDD的话 提升电子 还是要太大 所以我们改做extension 好 所以这张图很重要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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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也许我把它自己涂掉 请你说明一些 你自己 自己 边想 你把它抄上去 好 所以短通道效应 这是不理想的效应 通称为短通效应 好吧 所以短通效应 不止一些现象 包含这些 这些有的 有的没有的 这些不理想现象 那既然28奈米一下 已经 Planar不行了 那Planar就是说 蓄秘一下 Planar加stress的效应 那Planar加stress 再加 比如说 比如说这是 是45奈米 这到 32奈米 这到28奈米 28奈米再下去就不行了 22奈米 Intel说22奈米是你极限 22奈米是你极限 所以就要改用Planar Planar 那么解释一下短通道效应 我们之前讲 刚刚刚有五个 有没有代表性的两个例子 然后代表有代表性三个例子 然后代表现那三个例子 也不能说一定就是三个 然后我只代表现三个例子 代表现三个例子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Drain Induced Barrier Rolling 我这边的页数有增有减 然后也有调整过 大家以讲义 如果你是用iPad整理的 你用这一份讲义 你用这份讲义 那千万注意 你看到这个影片马上停止你的旧的 旧的那个投影片的整理 马上拿新的投影片来整理 好不好 那如果你没有习惯用iPad的话 没关系 你就是自己想骂再补上去 好不好 自己想骂补上去 自己有画图找空白地方 画图补上去 没有说用考试 没有说这个 有这样数回落差 自己也可以想骂克服的 甚至你自己超上去 你更有记忆 记忆力会更强 好 什么叫做Jen 就是Berry Rowling 你知道LG 比如说是90奈米的话 那你Jen加这个 Jen加那个 比如说加5伏特 那其实5伏特 那你对这个通道这个能耐图 不会有太大影响 那你LG如果是28奈米的话 你加5伏特 那你这个Jen往下拉的这个 这个电压 就会加那个 这个Jen就是导致 这个能带这个 这边的能带 它有圈起来 这个是失明老师的书 有任何往后画放 它这个能带 就会下降 那这个能带下降 会导致Jen额外的电流 会漏过去 那就额外的肉电流 会有额外的肉电流增加 这个叫做 无法避免 在度地无法避免 那用3D 我们就可以克服 尖缓 不能说完全克服 我们说是物理现象 一定存在 然后我们只是用那个 等效的把它克服掉 用3D均匀 把它克服掉 再来那个 好像3D克服掉 再来所谓的VTH 就是会下降 比如说比如说我们design的VD是0.7 我们设计是0.7 可是我们当4奈米的Galaxy 4是MICRON的Galaxy 是OK的 3也OK 2也OK 1.5还勉强OK 可是在1以下 你会发现 你的VTH快速下降 快速下降 你甚至如果到0.5的话 你VTH甚至不见了 甚至不见了 那这就很明显 叫做什么 漏定量太大 漏定量太大 这叫VTH 所以你量那个 如果你电机器有不同尺寸 所以你去量 量发现 一般都是一定 要从大量到小 你不可以从小量到大 你要从大到小 你才知道你电信体的特性的 特性的正常状况 到它的极限状况 所以要从大量到小 不能反过来 不能从小量到大 要先从大量到小 你才知道它正常状况 跟它的不理想的极限状况 是在哪里 好不好 那这个测性 叫做VTH的raw off raw off 那这个raw off 这是不好的 不好的 不好的 有debo跟raw off 这都是不好 都是不好理想 涵跨在什么 短通道效应里面 短通道效应里面 接下来秒SS 那debo 我们先讲debo计算 debo计算 debo计算 我们就是这种 这个是人为操作型的定义的 debo计算就是data VG分之data VD 那我们取这一段这个圈圈来看 这个圈圈的里面的 我们先看分子 分子的data VG data VG 这个就是VG嘛 这个就是VG啊 再写一下 VG就是0.85 0.8-0.05 等于46个mini per go 如果dab有接近0的时候 这代表你的Linear region跟Cituration VG的region的那个VGH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那非常非常好啊 因为你在那个inverter的切换 然后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电动切换 你会在Linear跟Cituration那边 那个那个临界电源会切换来切换去 所以如果我维持在 Linear region跟Cituration的 零件电压都是一样的话 我这个数位电路0100的判断 判断是不会不会误判了 不会误判了 大家可以看到英天有这个 这个dipo是非常非常小的 dipo它只有46 dipo只有46 它的SS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就是SS 它SS大概是70左右 那SS这个有一个公式 这个证明那个班会交 说大概背起来 SS是60MV 这个可以加上 E加C的depression除以C asset 如果我C asset做到很 那种Hike做到很大的话 我SS的理想值 SS理想值 SS理想值就是 接近于那个 接近于那个 60嘛 对不对 接近60 好 那我们看一下SS的操作型定力 那SS其实就是半对数图的邪力 我们说这个 如果你是都是那个 不是对数图都是线线图的话 会有邪力 那半对数图就是X轴是线线 Y是指数的话 也可以定义邪力 那这个邪力就是半对数 什么邪力 那这个 这个指数的那个指数的ID 对上那个线线的VG 这个邪力我们就叫SS 在SS 那 那SS怎么算呢 就是ID每增加10倍的10倍的数值 DataVG的增加的增值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看这个 同一条线 这个线没有画准 这个拉图的时候先跑掉 我们要瞧一下 拉图线拉图的时候跑掉 好 拉图的时候跑掉 好 拉图的时候跑掉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 我们看一下蓝 我们看一下那个冰沸好了 冰沸是不是看蓝色 冰沸看蓝色 那个 那个英特尔叫Tri-Gate 因为其实 其实英特尔他们跟那个胡振民 发明的 FINFET其实是同时间发明 你知道 那他当然是大家都认为他们就是同时间 他们发明 所以英特尔他们叫Tri-Gate 好 事实上Tri-Gate等于FINFET Tri-Gate等于FINFET 好 那这两个你看 那这两个是10倍 10倍要对下来的话 他的 他的SS值就是 69 SS值就是69 SS值就是69 就是说 先看VD增加10倍 然后往下拿下来 跌打VD增加 那一般要小于70 那一般要小于70 量产的话要小于70 量产小于70 好 然后那做个整理 那个 Depo的话 那我们DiB DiB DiB BTH属上那个DiBG 我们希望他小 希望他小 那 SS的话我们也希望他小 那理论上 如果SS 770的话 他是一个step function step function 是最理想的开关 超过这个 比如说 临界电压0.3 超过0.3 就绝对 绝对 按 绝对按 小于0.3 是绝对 那事实上 那还是有一个 他不是完全的step function 对不对 不是完全的不接函数吗 对不对 接击函数吗 所以那个因为电流变化 还是还是要一段时间 啊 还是要一段时间 所以那个SS的话 理论值最小是60 量产大概是70 然后再看一下 那个零线电压的标准差 这公司推倒 不要复杂 就不推倒了 那这个零线变加 我们希望它小一点 那开关 开关变流比 我们希望它大一点 这以前都讲过了 好 然后这边做最后的总整理 这都讲过了 就自己 请你们自己去看 请你们自己去看 这跟二维要求都一样 跟二维要求都一样 好不好 这跟二维要求都一样 那conclusion在前面都讲过了 觉得最重要的是说 这一 这几 这一页 这个二维的这个 二维的这些不理想效应 板通道效应 还有板通道效应的一些 一些定义操作型的定义 现象跟操作型定义 还有一些怎么算 怎么去算 算这个地保 算这个地保 还有SS 还有SS 好 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嗯 嗯 FINFET的这个制成整合图 这我们之前 几年前毕业的学长画 那个用跑模拟画的 很厉害 这我都不会 他不知道怎么怎么厉害 那自己摸 他自己就弄出来 因为他那个光他存跑模拟 他说 老师 老师同学他跑自成都有自成的 我用模拟的跑 我说好啊 你跑看看 跑出来 你试看看 他真的很厉害 他跑出来 他跑出来 结果没有传承下来 大家学不来 学不来 我也没有花时间去学 好 好 那题外话了 首先 这跟实际上自成一模一样 他参考那个实际上自成一模一样 首先就是说 FINFORMATION BY SEVENLINE DOUBLE PAIRING 那个 这后面这个 SEVENLINE DOUBLE PAIRING 我后面会教 先先记得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 就SHELL CHANGE的 ISOLATION FORMATION 然后SHELL CHANGE SESS ECHING 把它吃下去 把FIN露露出来 那现在GET ASIDE FORMATION 然后GET ASIDE FORMATION 那这GET ASIDE 事实上不是真的GET ASIDE 这我们最后会用HIGH K 但是这个还是长在GET上面 那我们还是叫这边叫GET ASIDE 应该叫GET SACRIFICIAL ASIDE 比较好了 GET SACRIFICIAL ASIDE FORMATION 好 那我们是不是做GET LAST 所以你要个DOMIGATE DOMIGATE DEFINITION 然后接下来NITRICE BASER 的Formation 最后做APP 做APP 那这个可怜的 那个ASIDE 牺牲打就要被掏空 然后就要填HIGH K MILGATE 然后NMILGATE NMILGATE TO NMILGATE TO NFET NMILGATE TO NFET NMILGATE TO NFET 一模一样 跟2D的一模一样 唯一差别就是说这个FIN FIN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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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FIN的行程 好 这一页也很重要 就说二维跟FINFET跟其他二维都是几乎都类似 就是说唯一在通道不一样 唯一在通道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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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 FIN的 这INTEL14奈米 他又把它寄出公告了 他说我的22奈米是长这样 我的FIN HIGH FIN WIDGE 好 写一下这个叫FIN HIGH FIN HIGH 我们代码就是这样 大写的F 小写的H FIN HIGH 然后这个就是FIN WIDGE 大写的F 小写的WIDGE FIN HIGH FIN WIDGE 那他是3460 这FIN PITCH SORRY SORRY FIN HIGH FIN WIDGE在这里 FIN WIDGE在这里 他没有秀 他没有秀 在这在这在这 在这 FIN WIDGE 早上容易过敏 好 22到18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他的FIN的形状 他变成什么 高瘦蜜 要背起来 会变得又高又瘦又密 高瘦蜜 那有一个人名 帅哥叫做高瘦蜜 背起来 不管了 他就叫高瘦蜜 FIN FIT FIN FIT 他的他的组号 就叫高瘦蜜 好不好 高瘦蜜 他演的话就是高瘦蜜 又长得又高又瘦又蜜 高瘦蜜 就是这样 为什么要叫高瘦蜜 我们从那个电流公司可以很简单高 看出来 高瘦蜜有什么好处 道理会变大 那K值的话 还K要变大 电动要变大 电动要变大 当然高瘦蜜跟电动没关系 这是说 但正是在公司里面 电动也要变大 电动也要变大 高瘦蜜是导入变大 好 那VOV是不要变 VOV不变 所以VT VT要变小 那高瘦蜜VT也会变小 因为他高瘦蜜的话 那个 杂集的静电控制能力比较强 所以临界电压也可以相对的变小 临界电压可以相对的变小 所以 FIN的萎缩 就是高瘦蜜 好 这边是 这边看一下 他们其实他们 他们现在自成节点怎么命名呢 后来 后来大家发现 其实他们是这样命名的 大家看一下 Intel三星的 14 16麦米 更像什么 三分之一的FIN pitch 的极限区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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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Intel14奈米 它的FIN pitch是42 你看到42除以3 是14奈米 你要FIN pitch可以做越命 代表你自成越厉害嘛 所以三分之一的FIN pitch 大概就是指那个自成的节点 自成的节点 自成的节点 你看60 60奈米的FIN pitch 大概就是20奈米节点嘛 对不对 其实Intel真的比较老实 Intel的节点是真的是比较接近现实的 所以十二代Intel 号称N7嘛 对不对 可是 Intel十二代尾打 才是N5 你大家可以去看那个YouTube影片 十二代的 十二代的Intel十二代的CPU N7 他们号称N7 他尾打尾打N5AMD 还有尾打那个尾打那个苹果M1N5的CPU 你们可以我不会有没有乱讲 你们自己去看那个CPU那个实测影片 Intel十二代七奈米的自成 他现在是CPU的王者 你们可以去看影片 那听说现在十二代的I5 尾打十一代的I9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影片 所以Intel换了一个技术出色的执行长 真的差很多 以前都是财务管理的 那就是不中式技术 科技公司的执行长一定要技术出身 因为科技公司最重要就是要技术要领先 技术一不领先 在搞在财务操作迟早就是积极 像我们红插电就是这样 红插电摆明的例子在你年前 技术不领先 不持续亲近的话就是积极 知道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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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这个FINFIN 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 我们那个通常度地就看那个剖面 那个SolgenGate的剖面就好 那FINFIN因为是立体的 三维立体的电箭体 我们要看两个剖面 一个叫 一个是Gate Cut Gate Cut 从Gate这样切过来 好 那你可以看到什么FIN的分布 我们通常都看这个比较多一点 也没有啦都会看 好 我们刚刚看到都是这个 叫做Gate Cut 就是Gate Cut 所以看到FIN 我们这边再强调一次 FIN的眼花怎么样 FIN的他的带FIN FINFIN的FIN他的他的绰号叫什么 好 高瘦命 FIN的说 FIN的绰号叫高瘦命要背起来 牢牢背起来 好 那另外一方向呢 那这个叫做那个FIN Cut 从FIN去切 很厉害 现在你看 FIN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FIN上面才才才才这个 FIN位置才8奈米 才8奈米 你要去用FIB FocusIon Bean这样去切很难 但是还是切得到 你看现在 班老科技这个进步多可怕 多可怕 真的太可怕 那真的 学半导体 真的修正文科不吃亏了 那你要做不做随便你 但是你有这个技术 有这个背景知识 你不管做什么 半导体永远欢迎你这样子 半导体永远欢迎你这样 你有这个知识 你就立于不败子弟了 好 好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FIN Cut FIN Cut 从FIN那边去切 FIN那边去切 你可以看到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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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 Cut Source Source GET 你可以看到这些 你的content And Ending 你会看到Ending 你可以看到Ending 好 我们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些 我们看一下 FIN Cut 切来我们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说GET 这是14奈米的 IDM 这英特尔的 好 14奈米 英特尔 英特尔在这 英特尔14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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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应该四五六代的吧 四五六代开始 就是14奈米的 22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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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得14奈米 那我们说是FIN Pitch的三分之一嘛 这边看不到FIN Pitch 因为你是FIN Cut 这是那个 这Source 大家看一下Source 这个是GET 那是用矽子的嘛 所以看到矽子的是什么 PFET 写一下PFET 那这边有帮他写好 细子 这边有帮他写好 就是PFIN 因为他做什么 Compress Tracing 那GET在哪 这个就是GET 还是这样插下去的 FIN 是这样走向 FIN 是这样的走向 就是箭头的走向 这个箭头的走向 那所以他FIN的打FIN FIN的GET是24 24 FIN是这个 FIN那边 FIN被GET插在里面 FIN就是插下去 FIN插下去 我这个手指就是FIN 他就这样插下去 好 这个就M0 对不对 然后Tonson Plug 有没有Tonson Plug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大概就这样 对 那你有看到他很明显 有挖地下室 然后再涨到二楼 然后再挖下去 做实力塞 然后再做M0 有没有 这要背起来 做Compress也很复杂 好 我要背起来 先挖地下室 好 再叫 先挖地下室 叫Reset Engine Reset Compress 很多种叫法 好 Reset Engine Compress 然后这下 FIN 比如说是叫PFIN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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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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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这也是批费 所以细则 再重复一次 挖地下室 挖地下室 现在收捐先挖一个 那个往下挖一个 挖一个孔洞 挖一个孔洞 我直接写地下室太烙 就写说先挖一个 挖一个沟槽 先挖一个沟槽 先挖一个沟槽 然后累经细则 寒灵的细则 累经寒灵的细则 那你要超过这个平面 原本的FIN的平面 然后呢 然后你在 你在这个 时刻下去 时刻下去 时刻下去后 然后做silicide 做silicide 那这个不用硬背 你从那个逻辑思考就知道了 你不能做N0再做silicide 做完N0怎么做silicide 你要先跟细节出展做silicide 所以 细则艾比玩家要做silicide 是silicide做完再做 再做这个 康天 康天后 然后再做那个汤森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再做汤森 好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先上到这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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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